大家好,我是老油条 老油条带你一起看没看过的家作、神作、好玩的电影 看电影就找老油条 今天接着上次的讲解 暗杀教室毕业篇 前情回顾 一名自称破坏了月球的超生物 来到一个插班生当老师 希望学生能够杀死自己 否则在第二年就会毁灭地球 学生为了杀死大黄开启暗杀之旅 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 大家都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 虽然没能杀死大黄 但却和大黄建立了复杂的情谊 转眼来到第二个学期 学院季即将到来 作为插班生的一般也没有机会去参加 主校的学院季热闹非凡 一般的学院季却冷冷清清 只有一头路过拉粪的牛 大黄带着学生在主校整了一个话剧 这其实是一个暗杀行动 大黄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学生 趁着学院季人多 可以分散大黄的注意力 政府为了保险增派了人手 一名职业剧一手赤红之眼 尽管事先做了周密的计划 却忽视了大黄的强大 暗杀任务在话剧中进行 结果依然失败 毛也几个女同学被小红红绑架 与和大头前去救援 两个初中生挑战比自己大很多的三个混混 再一次展现了大黄教育的成功 他们已经学会了独自面对困难 不再是那个胆小懦弱的插班生 主线也转到毛也这边 毛也设计套路的大黄 并且毛也也拥有着触手 大黄和政府有过约定 不会伤害学生 只能任凭毛也的攻击 大黄只能被吊打 大家也陷入了困惑 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毛也的触手 而毛也不是他的真名 他是雪村九里亚的妹妹 并且称呼大黄为杀人魔 大黄的身份更加的神秘 大黄答应大家 只要人气之后会告诉大家所有的秘密 此时白衣男也出现在学校 白衣男名为柳泽和大黄认识 另一边的毛也独自坐在楼顶 强烈的孤独感 毛也原本有一个可爱的姐姐 两个人亲密无间 他的姐姐就是雪村 雪村在一个实验室上班 一次实验室发生大爆炸 正好毛也前去找姐姐 却发现姐姐的尸体躺在地上 大黄身上沾满了姐姐的血 毛也认为是大黄杀了姐姐 为了报仇 他也注射了药物 这种药物虽然会获得强大的力量 也会产生巨大的副作用 毛也需要忍受煎熬的痛苦 为了暗杀大黄 转学来到了一般 经过上一次的交手 毛也确信自己的实力要比大黄强大 和大黄进行了公平的决斗 大黄再一次被毛也吊着打 毛也如果不拔掉出手 会走火入魔 自己也会葬送性命 这就到了男主天展现的时候了 这女人不能打不能骂 天用最简单的方法拔了出手 顺便还吃了豆腐 高手 社会 大写的服务 现在全班到齐 也是解开所有秘密的时刻了 大黄就是传说中排行杀手榜第一的死神 大黄杀人无数 没有一次失败过 是极力量和智力于一身的强者 名气越大越惹麻烦 被科学家柳泽发现 设计抓了大黄 大黄也成了柳泽研究的小白鼠 这个组织是一个跨国性组织 正在进行反物质研究 该研究将反物质 编入身体的循环周期 只要该生物还活着 就能不断地产生巨大的能量 一旦成功 该物质就能替代石油和原子能 高效低物人的永久清洁性能源 大黄被关在一个房间做实验 派去监视他的人就是雪村 雪村也是柳泽的未婚妻 雪村性格温柔 每天的工作就是看着大黄 时间久了两个人也聊开了 两个人成为了好朋友 雪村晚上来实验室上班 白天则是一名中学老师 而他负责的班级就是一班 雪村很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插班生 当他看到学生呆之的眼神 就深感愧疚 他坚信他们都是希望变好的人 奈何雪村的教育方式 也没能让他们走出弱者的阴影 这也成为了雪村的遗憾 大黄慢慢的也喜欢上了 这位傻傻的雪村 大黄也一直在隐藏自己的实力 等待着机会逃出去 月球基地也传来了消息 在月球的食盐小白鼠爆炸 月球的70%消失 这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周期 大黄也会在一年之后爆炸 到时候地球也会跟着消失 柳泽决定消灭大黄 动用了基地所有的武器 也无法消灭大黄 此时的大黄心怀仇恨 出来以后肯定会血洗地球 说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 完全沦为一个黑暗的破坏者 后果不堪设想 而唤起大黄理智的人就是雪村 但是雪村在爆炸中受了致命伤 即使学变医术的大黄也束手无策 只能看着雪村在自己的怀里凋零 雪村最大的遗憾就是不能好好教一般 他希望大黄能代替自己 让一般走出KM的阴影 这正好被毛也看到 误以为是大黄杀了雪村 为了完成雪村的遗愿 大黄来到了一般 即使不杀死大黄 大黄也会在明年三月份自爆 大黄用最后的生命成立了暗杀教室 让大家获得最深刻的成长 大黄也希望最后能够死在大家的手中 这就是他们的毕业成果 杀死大黄 大家也都陷入了沉思 明明已经喜欢上这只超生物 却不得不杀死他 他们也陷入了最大的难题 到底要不要杀死大黄 班里也因此分为了两派 以语为一派的暗杀派 以田为一派的续命派 出现矛盾只能决斗来解决 男人就应该用拳头说话 田即使在很短的时间 获得了巨大的坚步 在语面前依然是那么不堪一击 语也并不想杀死大黄 语也只不过完成大黄的目标 大黄教他的目的 就是让他们有目标 有希望的活下去 不要做一名弱者 坚持自己心中的理念奋斗 而大黄的目的也达到了 田用生命在捍卫自己的理念 这就是大黄教育的成功 他们已经走出弱者的阴影 与被田打败 大家决定前往大黄的实验室找到解药 经过大家努力的钻研 解药研究成功 而成功率只有1% 此时政府方面再次出手 在学校周围建立了一个高能量防护罩 打算用高科技直接消灭大黄 大黄这次也没有了办法 大家也被部队关押了起来 得知要杀死大黄 大家展现了自己的才能 每一个人都在战斗中发挥了自己惊人的才华 乌坚也喜欢上了这只超生物 自己虽然是防卫神的精英 但是他也是大家的副班主任 他也要完成对大家的承诺 在违抗命令的情况下犯走了大家 BG老师也加入了战斗 一群中学生干掉了一群部队精英 在电影中有些夸张 但大家的努力也得到了验证 而他们辛苦研究的解药却是柳泽给的假数据 目的就是否定大黄教给大家的知识 否定大家所做出的努力 否定大家做这一切的意义 柳泽也疯狂注射药物 要和大黄决一死战 大黄再一次被疯狂吊打 毛也试图解救大黄 被柳泽无情的干掉 姐妹俩都死在大黄的怀里 愤怒的大黄变成了超级撒哑人 一招归派其功消灭了柳泽 在雪村死后 大黄为了不再发生这样的事 每天都在找解决办法 这次毛也被大黄救活 大黄也到了最虚弱的时候 大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即使不杀死大黄 政府也会出手 那么大黄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就白费了 亲手杀死大黄就是毕业的证明 也是对大黄教育的最好交代 以后也不再是那个吊车 真正的成为了人才 最终大家一起送走了他们之爱的超生物 他们的羁绊也到此为止 大黄却永远地活在了他们心中 对他们的一生都影响之深 多年之后 田作为老师来到了学校 田将大黄的意志传证了下来 努力改变岔半生的生活和未来 这两部电影看的都很棒 最后杀死大黄也很感动 或许这就是某种羁绊 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想要获取本片资源 微信公众号搜索老油条说电影 我是老油条 喜欢点订阅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